我們練習武術最基本的意義 便是要能使用 從伸法 步法 手法 到對把對練 其中的單招練習與對拆 鬆緊之間的手感 以及速度感 都需要在互相對練之中 才能得到最真實的體會 拳的質量 取決於力與勁 在大槍的反覆操練中 我們練力 手勁 並期許在對槍之間 強化手法 架勢 最終拖槍 化拳 踢打摔 在船路中缺一不可 螳螂拳中的摔技 有失重要 每次的翻滾瘦身 騰空和落地 都是在使我們 對重心的變環 能有更靈活的帶動與掌控 能有更靈活的帶動與掌控 最後在擂台上 準備 開始 在所有的碰撞與攻守之間 我們才能真正確認自己的實力 感受自己的成長 我們不練 大量繁複的套路 不講神廟虛幻的選選 只求透過每次的交手與對練 步步常得傳統武術的精髓 這就是我們練舞的意義 這就是台大八部螳螂拳舌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